陳靜、何華昭、邵美琦、車演員、林雪鄧一眾演員 這日出席新戲首映 電影以一宗真實案件改編 其中有一場長達78頁子的律政處戲份 就令在戲中分別飾演督察和檢控官的Maggie和演員都被考起 而且導演還要職場追加兩頁子的對白給演員 70多頁我們會分擔的 但是都挺長的 因為業數不重要 但是每個人講的都很長 他就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要遷就那個景 搭了一個檢控官的辦公室 所以把那幾天的戲弄了 就講案情變相那七十多頁一定要拍完 還有導演對我特別好 特別優厚 加了兩頁子 不太多 加了人工給你 是不是 人工就沒有加了 真的 那即時要記 所以我想我一個小時 個人好像 他沒有理睬我 不理睬人 我就覺得 糟了 因為你又要演一個檢控官 那你又很專業 你又很理由裝貓子那樣肉酸 所以一定要拔掉那一批東西 就是一個大條件 他自己的力量很好 那些貓子剛剛聽了甚麼結果 就說是有點像考試 是不是 是啊 真的考試 因為之前他寫完劇本 我的慣性我會自己再寫一次出來 那我就會入腦一點 那一批東西太大批了 那一批東西 我寫了一批文是很厲害的 好像真的考試 那簡直是很緊張 你明明是到處坐著不想害人 是 就是這樣 Dada和何華超在戲中飾演兩夫妻 Dada更有不少場口會被家暴 以及精神虐待 這個角色真的非常淒慘 不知道Dada有沒有試過入戲太深 抽離不了呢 其實我自己就還可以 因為我自己對於在電影上 我是很容易去投入 但很容易抽離 那這樣我覺得我是自己的性格 因為我不會被自己 其實我很想遇一個角色 是可以這麼進去 但是我想到目前為止 我未有一個角色 是真的抽離不了的角色 我都很想遇到的 但這次始終我覺得 始終交捕這件事 我可能自己也沒有經歷過 那我問很多意見 就是一些朋友 我都很感激他們 有這樣的經歷 願意和我分享 那我才可以做一些資料的手襲 那所以 但是 我都很期待等著 以後會不會未來的時間 可以遇到一個角色 是可以 我很享受在裡面 是可能會 我終於一天會說出來 我抽離不了這個角色 這也是我挺期待的 早前洪天明透露 原本在戲中 會有和Dada一場的激烈闖戰 自己又向老婆周家衛備案 太太也打算監場 不過最後這場戲都拍不成取消了 這天Dada就說 其實家衛也來探過班 還要帶愛心湯水 還有 家衛也有煲湯 很甜蜜 然後我也有喝到 去煲的一些住家湯 因為你想想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是很辛苦的時間 很熱的天氣拍 然後他們來探班 然後我見到 他帶了兒子過來 然後我們整個人都有湯 很溫暖 我覺得很羨慕 他們很羨慕 這麼好可以探班 我還可以得益 還可以喝到靈湯 何華超在戲中連場打戲 而在拍一場 林雪大人收掃的裙打戲時 更發生意外 何華超傷了兩條臘骨 真的聽到都覺得很痛 是啊 因為那天拍攝就被人收掃 林雪大人收掃 我就不小心地被他們打斷了兩條臘骨 那時候不是很激動 那時候是擔心 因為那天 其實剛剛拍了三分一左右 還有其他演員 你知道如果要度期 又在疫情下 變得很複雜 我就跟導演說 不如我們繼續拍 我受不了才出聲 一直繼續拍拍拍拍拍 拍到最後那場戲 還有一兩個鏡頭 攝影師 他都說 華超你真是受不了 他說 怎麼了 他說你化了妝 都看見你面青口順白 真的很痛 對 真的很辛苦 然後不行 立刻就車了我 遠赤 才車到原來 兩條臘骨裂了 非常專業 現在是否都康復成功 現在康復成功 沒事了 沒事了 但也休息了一段時間 休息了 那時候休息了一個多月才復工 對 到現在完全康復了 對 對